近期柯文哲的爭議是連環報 不過太太陳佩琪在十八號發文 分享自己生日跟阿伯的點滴 但旁邊的陳佩琪拿蛋糕的照片 只見這後方玻璃 卻拍到了這阿伯柯文哲 他身穿著內衣褲的居家服模樣 瞬間讓網友全歪樓 說著鬼月到了 別這麼應景 聽到老婆大人生日到了 嚇得趕忙問記者 該送什麼禮物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今年生日 最後有沒有收到禮物 不知道 但柯文哲先偷吃了生日蛋糕 可讓妻子陳佩琪又發了聞 陳佩琪透露生日與柯文哲的點滴 更爆料夫妻不滿再急劇上升 但陳佩琪的這張照片 卻意外引起關注 有眼界網友從後方玻璃反射 發現有一個身穿白色阿伯內衣 搭配內褲的人影 疑似就是正在幫陳佩琪拍照的柯文哲 居家照片留出 讓網友全歪樓 有人說農曆祺月別嚇人 中元節要這樣應景嗎 陳佩琪想要分享自己家裡的生活的一些琐事 只要是他願意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是因為剛好民眾黨現在正在經歷這樣的一個風暴 難免也不讓別人懷疑說這是一個轉移焦點的方式 陳佩琪貼文更屬於案外案 之前不斷爆料柯文哲爭議的網紅四叉帽就發文含冤 聲稱自己只是在貼文下回覆 譴責阿伯偷吃小甜點 沒想到事後竟然慘遭陳佩琪封鎖 在網路上發表自己的論點 與他人進行辯論的情況經常會發生 但是氣到直接封鎖別人會讓人有胸襟氣度不夠寬大的 之前柯文哲才說要陳佩琪少發文 但文章不僅沒有少發 還意外讓柯文哲內褲的模樣從玻璃反射入了鏡 也讓人看到柯文哲除了高藥褲之外的另類模樣 記者綜合報導